昨天我们播放了右肩安德雷斯的宣传片之后 据说不少上岁数的或者不上岁数的球迷都是哭得哗哗的 不过也有不少看球资历浅的球迷在问安德雷斯是谁 下面这个片子我们就来讲一讲安德雷斯是谁 为什么有些人一看见他就哭得哗哗 这些职业球员的职业素质远远的高优中国的球员 关队的两个前锋 拜员拿球的成功率基本在百分之百 到脚下球不再丢球的 现在还是北京关队 边路传统 投出关门 进了 这是23号安德雷斯 接到边路传统以后 投球一趟投进了 投出关门 又是一个 用那个3号成要东西盯这个安德雷斯怎么盯得住 安德雷斯跳起来以后 高出声望东西一大块 就等于是在没人看管的情况之下 投出关门幅度顶力又非常的高 瓦雅雷里铺就不及 7比1 这个比分确实使人纳闷了 就近一个 还是23号 安德雷斯 安德雷斯在今天比赛里面攻进三个球了 8比1 在上一轮比赛里边 国安队是9比1大胜上海深花队 使人们刮目相看 北京队在门前抢射 双方一片混战 结果还是北京队在门前捕捉住战机 由23号 安德雷斯破门得分了 手面也没有拿住 把球捅了一下 接着由安德雷斯 强点扫射入 北京国安队在17赛之后 战绩不是特别理想 尽管这场比赛是做客倾倒 但是有力争拿下对手 在禁区线上一起后 射门是安德雷斯 也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发起了冲击 过停的支撑 安德雷斯射门 这个球是对方的后卫 以为是越位 东伯斯传球 恰到好处 安德雷斯在右路 后个正着 直接卡门 球打进了这个边往里面 国安队还是穿着传统的绿色运动服 广流太阳神队穿的是一身白色运动服 北京队获得任意球 到门前 一变向身高1米92的安德雷斯 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 甚至投球一点进程 这个球距离广州台队战队得分是7分钟以后 利用任意球的机会 安德雷斯得分 这场比赛是4月26号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的 刚柏斯突到进区里边 光漂亮的鞋长船 门前安德雷斯强点射门成功 本轮比赛的重头戏是北京国安队在主场迎战深圳平安队的比赛 刚柏斯主发 这个球越过对方中后卫的头顶 23号安德雷斯 非常轻松的 把球顶进对方的大门 1比0 这个球平安队的防守出现了漏洞 没有人贴身防守安德雷斯 北京国安队和上海生化队的这场比赛是本轮最受人关注的一场比赛 6号周宁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手面扑球脱手 多亏了15号无兵的及时回防 李东波在前场拿球 对方的队员有一个犯规的动作 刚柏斯很激紧 把球转移到了右路 18号王上磊 斜穿进去 此时23号安德雷斯居然无人盯防 非常轻松的投球攻门 在这个球的防守上 上海生化队的后防线不仅失去了位置 而且没有能够盯住对方的危险人物 让安德雷斯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 非常轻松的把球送入了大门 李红军把球开到了前场 在北京国安队的前场 23号安德雷斯是他们进攻战略的一个制高点 北京国安队的很多战术都是围绕着安德雷斯进行的 北京国安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刚柏斯起脚 这个球被对方的四号防守队员黄炎电了一下 突然改变了方向 迅速开出 从左路传向门前 安德雷斯中路包抄 使北京国安队很快变以2比0领先 比赛刚刚进行了12分钟 北京国安队就奠定了取胜的基础 您能说这季传球恰到好处 传球的队员是15号陶尾 这也是一名建立宝的小将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吗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 在看到这些画面 相信很多球迷都有非常多的感慨